HELLO 各位 今天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的视频啊 准确说是一个系列 我把它叫做是 星号单牌系列 这是我重新串的 应该是从1300多一点开始打 因为1300分以下呢 1200到1300的前三把 都是匹配的是电脑 我想你们也是不喜欢看的 就算我打电脑 杀个40人50人的话是没有那个意思 这期视频这个系列做出来的话 主要的话是给先手玩家看 或者说的话是给2200分以下的这么一个分段的人看的 主要的话是教你们怎么在低分局 一个人怎么能赢 因为特别是2000分以下或者是1800分以下 很多朋友先印的话都是一个人在单排的 那单排的情况下 就算是比如说你有大号2100分 2200分 2300分也好 在单排的情况下又是低分局 碰到坑的话 这是很常见的 特别是1400分1500分之类一局的话 我想的话大家都应该碰到 就比如我翻这边 掉线三个四个 都是很可能的 所以的话 我在想出这么一个系列的视频 可以让你看一下 应该是 非常的 非常的 真实的记录了 我们的每一把 我预计的话 这个号是 单排到 单排到2200左右吧 因为再上去的话 可能的话也是一个人单排的话 可能就比较是 就 比较没有 这样的想法 当然的话这个过程中的话 可能会碰到 我翻这边 掉线 两个 一个都是有可能的 并且的话 队友可能会吵起来 或者的话是对面掉线 对面的话也是很有可能的 说的话 是能出现任何的事情的 我们不多说 先看一下 这是第一把了 1300分以后的 新号单排的第一把 这边选了 我是选了一个 向 这边的话 是国庆在改的 因为是新号 所以只有是10个 这么免费周免的英雄 这边的话 我特别给你们 为什么第一期的话 我是要带来 这个向羽的视频 向羽这个英雄的话 是非常推荐给新手玩家 这么操作的 向羽的话 玩法很简单 一般AP AD都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是AP 或者出漏的话也是可以的 但是 这边我特别要注重的表明一下 在这种低端局 如果你是玩漏的话 怎么说呢 万一队友不给力的话 你玩漏的话是很难这么翻盘的 可以说是这样 这边看一下 中路的话 也是很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两个人 但是在这种局的话 也是 这边是我先一个W了 直接转上去 肯定是能收走一个的 这边很有可能是带走两个 这边砍一刀 再砍一刀 他走为 两刀直接看起 这边中路 直接拿上一个拴杀 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的稳 显然对面 因为是1300多分的局 显然是不怎么会的 也是不可能像我原队 还心好 他低分局的第一个就是 把握好自己的节奏 就算队友是全崩了 只要你一个人节奏的好 你有这个实力 算是比赛的话还是能赢的 中路的话 现在的话就剩下一个问题 中路好 我是没有买眼睛 这是为什么 这是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我的是信号 但我买了一扇鞋子以后 突然发现 没钱了 对 就是没有 宝石 没有那个天赋点 也是信号干完了 钱只有600块是不够 所以我就放出了蓝眼睛 先看一下股市 完全不虚两个人 看一下他一直在跟我打 可是血平是 先怂一下 这边问题上来了 这边boss 距离是不够的 再追 再追的话就会被他打死 这个系列的话可能是 有时候 可能是 怎么说呢 可能会比较大意 可能比较烂 大家有时候看到我烂了什么 但是我没有看见就行了 我们在的是 因为是叫我们上风 我们在的是结果 过程并不重要 所以前面的话 其实对于人头的话 并不是非常渴望 当然 赢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是 被队友抢了一个人头 就开始骂 这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这把的话是 国庆 国庆节的时候 就打好了 但是 今天的话 已经是7号的散传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 但是我做视频的话 也是 只是为了遗弱 完全是个人兴趣 这类视频的话 应该是会很惨 因为是要打到2000多的话 是没有这么 只是把可能 打不下来的事 这些是单牌 我也不能是保证一直是赢 只能说是尽量的 这样去赢 这边我是升到了6G 这边Wendy 你们可以发现 他已经不动了 就这样挂着在塔下 这边是 他用掉了 这个 我们直接开始钻石 直接开始打钻 还是可以直接把他给钻石 这边Wendy Wendy也是死 这边好像有点延迟 我是一个W 是后面 把问题弹死 还是发生到W 我现在是被塔给砸死 我现在是四个人头 被塔给砸死一次 对于的话 什么要怎么看他 不知道花率好不好 这边我可以考虑一下 去拿一路走 继续来到中路 这边Wendy的话 看来有没有需要带到W 然后是一个转 继续转 这边血量有点厚 没有大刀的话 就是 因为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还是不要轻易的才是冲塔 前期反应他的伤害是很高的 前期的话 人头不是很重要 我们玩星号 人头不是很重要 主要是自己要发展好 复兵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特别要注意的一点 在1800分以下的局 后面的朋友们 正我觉得的话 假如你看一下队友的话 你是想要一个ADC 但是队友没有给你选ADC 这时候的问题 应该觉得蛮正常的 因为这边阵盟 是没有怎么说呢 这边选择阵盟 是有多大的想法的 可能会出现两个ADC 三个ADC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这时候的话 就是不需要太执照 这边问题看一下 直接一下哪一个W 然后普攻一下 直接把他A死他的话 直接查一下是传送 然后继续带他上 已经是被队友带着了 那马上是可以温温拿下 等待我们这样是加分的一个节奏 可以看到我们人头笔已经是拉开的巨大 这时候我发现 是有点卡的 右上角那个PIN 已经跳到了好色了 刚才 如果你觉得 这一期的视频的话 对你的提升 或者是分数 散分 你这个班子的话 先点击下 一窟右下方的订阅 这期的话 我们是会将持续更新的 这边队友10 看一下 应该W 应该W到了 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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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这边打击 打击是没有走 打击是可以到的 应该是2秒钟 这边一个W是收走 这边某一队友擦个眼睛 第一个里头 这边队友的话 眼睛好像是 不会经常买的 所以都是需要靠我们 来注意 可以看一下 9分钟的话 这边已经有8个人 然后适合配个队 快速 这边已经剩到11只 4只 2只大招 我就是可以 约他 是击杀毒草 这边下路他的时候 两只没有赔到 低分局 看的嘛 看的少 可能是有点无聊 因为是没有下高分局那么激烈的操作 也没有那种什么升级的意思 这边看一下 而我是在做3个人 之前开始的大方是钻石 然后是 这边是准备是出一个 AP的这个项羽 已经是收来得比较容易 AD项羽的话 最注意的 是要发育AD项羽的话 那 死太靠 太吃厚了 就是 在地下雨的话 越后期 越给力 但是AP下雨的话 前世就能杀了 这边是继续转他 W是快好了 一个W 一个W 然后是砍两刀 肯定是10了 当时暴击出来 最后一刀死太多他 到达了无人能胆 看下这边狐狸有他 大家都没有拨到他 但是他应该是最不善的 然后我们走位 15个玩意 有边COP 是完全点 真的是点不善的 对面的话应该是没有鞋子 这边是 大的 往下 先回家鼓一下吧 如果下出来的话 可以配合队友 可以把中路 给推了 中路一塔 在 中路一塔 也是没有了 回家出到一个 收割人头的力气 抢人头的好装备 前期我又说 人头不是特别对了 现在我又出一个 抢人头的装备 大家是不是 有点鄙视 前面 但是前面 但是前面